阿拉雅,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么小,还扛着一把椅子 太可怜了 你看你,抬椅子抬得肠胃都不好了呀 都放屁了 嘿哟,小豆子,你才放屁了呢 哎呀,阿拉零零零,你从哪出来的 别管我从哪里出来的 你干嘛对着一群鼠子叫我 我是长得可爱 但我和鼠子也不像啊 嘿嘿,我开玩笑的 你真的是,和我要打针的宝宝一样皮 赶紧开始今天的正式吧 正式,干什么 给我的宝宝打针啊 就是这个男宝宝 你看看,他每天跑来跑去 实在是太调皮了 所以我得给他打一针 这是他的臭毛病 哎呀,班达你等等我 不听话就得打针 这也太残烂了吧 哪有,我觉得没有问题呀 就是现在钱还不够多 我得去打工赚钱 你看看他,他又跑远了 是挺调皮的 该打针,班达我帮你赚钱 行,就是这里啦 嗯,打工也不难 就是彩彩这里的开关 会出现一些铁块和黄金 还有小煤块 把它们都放进熔炉里烧制 烧出来的黄金就可以当钱用啦 打一针需要五十个黄金了 所以我们得抓紧时间了 好好,我帮你烧 来来来来,班达,给你上十黄金 哇,老豆子你行啊 这下足够了 趁着没天黑,赶紧去医院 嘿嘿,宝宝你怎么不过来 从里不可以躲进去玩呢 万一有虫子怎么办 快出来快出来 你还跳 哦吼,气死我了 今天你一定得给我去打针 这里就是医院了 向医生买一针五十块黄金 可真不便宜啊 然后呢,点击床 就可以让宝宝躺上去 来,乖乖躺上去打针 你你你,你怎么给我躺地上了 你你,给我倒床上去 什么,你还要玩滑板 想的美,不打完针 你哪里也别想去 看来,只能我亲自动手了 让你这么不乖 我来给你一针 啊,关键时刻你动什么啊 我的针啊 老贵老贵了,白瞎了 你给我出来 嗯哼哼 这下买不计争,又得重新赚钱了 哈哈哈哈